据观察者网报道 日本共同社20日消息 日本首相汉田文雄正在考虑 22日当面向往日的拜登提议 在核爆发生地 以及自喜的家乡广岛 举办明年的G7峰会 多名日本政府官员19日 透露了这一消息 他们称 由于格物冲突加剧 导致核威胁增加 因此我们认为在核爆发生地 举办这一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呼吁各国为实现无核世界 而共同合作 18日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纳金南 在与首相汉田文雄会面时也提出 建议分别在广岛县和长崎县 举办2023年将与日本召开的 七国集团峰会和外长会议 山口表示 作为唯一在战争中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应加强废核努力 为实现无核武世界 将继续支持汉田政府 据悉2023年G7峰会计划与日本举办 具体的举办地点 将在今年6月下旬的德国峰会召开前公布 岸田文雄还需要与相关国家协调 才能敲定地点 福岗和民谷屋也是备选地点 岸田文雄称 他将和财军作为毕生事业 曾向外界流露过在广岛举办G7峰会的意愿 但他也表示 如果要把七国集团政治领袖 都带到曾经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 还必须克服各种各样的难题 并且由于岸田文雄的家乡就在广岛 也有舆论批评他照顾家乡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内有对在广岛举办表示理解的声音 这一提议能否获得其他拥合国家 英国和法国的同意将成为焦点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月22日至24日访问日本 美国总统拜登